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我们警醒一下 我觉得最核心不是金融货币战 最核心是意识形态战 其中一个比较有效的手段是用金融和货币 金融可以分开来说 例如你开始看到美国的诉讼 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和蒲发银行 可能和北韩有交易 我不知道有什么不错 我们最亲密的盟友 跟他做生意有什么错 但美国的观点觉得不行 现在中国这三家银行不合作 不肯付账目资料 每天正在罚5万美元 如果中国要提出这个选择 就要去到美国的审判 还有几十天到期 看看如何 如果弄得不好 当然就像伊朗那些事件 如果是轻的就罚款 像汇丰那些被人罚到怕了 现在汇丰也搞到一锅泡 如果不是的话 再严重的就会说 不准你触碰 譬如Swift 电汇制度 即是你大陆就说 即是阿里Pay 即是美国 全世界你要银行互相匯预 大笔款项 就要用Swift 不准你用 那你就会很严重 然后第三招 就直接说 冷淡对待 任何美国银行 都不可以跟你有任何来往 你知道全世界九成的外汇交易以上 Jasper是专家 其中一只脚都是美元 不准你触碰美元 即是对银行来说 都是判死刑 你记得以前 澳门有一间小银行 Delta Asia 结果都很严重 都要投降 后来被人收购了 所以这个就是金融方面 但是货币方面 就更加复杂一点 我一向都说 其实现在新型的货币战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其实就应该是向上游的 即是我未见到一个国家 是靠贬值发达的 举例譬如印度 GDP也不错 但是过去20多年 货币不多 跌了80% 那你就去印度 看看人们的购买能力 原地踏步 即是如果你20年前 他买不起一块 外国蕃茄 现在 都是在行河中 冲水 就是这样的 所以贬值 就不会发达 大家说 说清楚 Jasper一定贡神 但是你看看 最近 这个美国败越战升级 他说要打这个 最后三千亿 中国货的关税 先开始轻轻 他说打10% 但是大家知道 他的目的不止 可能25 甚至要更高 35 我美国有些朋友 是跟他很熟悉的 就是有个哈佛教授 他就上次封会指出 这个Donald Trump 越来越 越来越离谱 越来越变质 他说 是不是变质 还是回归本来的面貌 不知道 他说关税 其实不是一个手段 来达到一个协议 他说本来是一个目的 他就是喜欢关税 你不要跟他说 为什么他喜欢关税 他就是喜欢关税 他认为对美国好 就是保护工作 或者增加投资 所以他加了的关税 我未见过他减 正对加拿大 墨西哥 现在谈好了 USMC 他原来 钢铁和铝财的关税 一毫子都没有减 中国就更加不用想 所以 又有欧盟 那中国怎么对付它 中国剩下来 有500亿左右的美国货 是没有打关税的 那些最主要就是 上次谈的 晶片 你自己如果打晶片的 晶片 就是自己 射自己 你自己向自己射枪 剩下来 就是那些飞机 所以很明显 就不想对这500亿 虽然未决定 因为美国还未执行 9月1日才执行 但是中国开了新的战线 就是说我突然贬值了2% 穿了7% 这个很重要的心理关系 在国内都成为一件很大件事 那你说 那美国当然 还有人立刻说 你是操控国 这个货币 但是你说 是不是真的中这个操控国的定义 就是美国自己的定义 其实就不是的 是莫须有的 它有三个技术性条件 中国只中一个 就是说 它对美国的双边贸易 顺差超过200亿美金 终于中国是3000亿 其他两个规定是不中的 第一个就是 你自己国家的贸易顺差 对比自己的GDP超过2% 那中国其实内部市场越来越大 而且贸易其实对美国顺差 对很多国家的入元材料 石油那些是逆差的 所以整体来说 中国的贸易顺差 其实远远低过2% 甚至有可能会负数 对比GDP不到2% 第三个条件就是最莫须有 就是当然它的规定就是 如果你经常在市场干预你的货币 那就是操控了 当然它意思干预就是 你按住它就沽了 对吧 中国过去几年很明显 这个银行轻微托着 买人民币 最近它是把机火托少一点 还是不托 所以它跌2% 不托就是回归市场力量 那就是不托那一刻 它就说你们操控 那我就跟内地朋友 跟内地朋友谈过这个问题 我们这些蠢人 就是说了逻辑 没有理由 这样操控我们 中国真的不值得 谁知道内地朋友就不敢说 内地朋友就智慧高于我 他就说 对 我完全理解 他说 他是大哥 大哥有风范 跟你讲道理 那个不是大哥 所以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他说你操控就是操控 你不托就操控 他说他明白 我觉得中国人不少 就中了一个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有兴趣的 回去查一下 什么叫斯德哥尔摩 Jasper 你是专家外汇 是不是觉得有点好笑 这个是离谱的 所以特朗普的指控 根本是不成立 而且大家都留意到 人民币的汇价下跌 基本上是因为特朗普的贸易战 再说货币操控国 才连下跌 所以如果特朗普不去讲 或者不做这些 根本人民币一路都没有穿到七 所以一旦穿到七之后 看到人民银行好像没有做过 所以才说你 为什么你不做事 然后他说你 给你个标签 你就是货币操控国 而且货币操控国 其实基本上 就在财政部 国会 就每年两次 就去宣读那些名单 但是突然间他这样说 都完全是 违反了他的常规去做 不过有一件事 我也想问回Eddie 刚才你说得很对 特朗普很喜欢关税 他那么喜欢加关税 其实我自己觉得 会不会是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呢 法宏恶 因为他自己本身财政赤字 很严重 那是美国 会不会加关税 可以找回一些好处 找回一些外快 当然不会 是 其实他上台之后 加了那么多关税 搞了那么多贸易战 你看出来 美国的贸易赤字是增大了良成的 不是缩少了 是增大了的 所以他如果目的是 要减少财赤 是完全失败的 所以这个是完全不成立的 因为他经济好 又减税 减税 财赤的问题 我不说了 因为很幸运 全世界都说 上集中说 走向通缩 他是负担得起的 多了钱的人 身痕就花钱 但是美国实际上 没有这样的制造业 去支撑消费 所以无论是从中国 越南、波兰、印度都好 他都是整体增加进口 一减税 他是消费大国 有钱就身痕 不会存起他 就会花钱 所以有些人形容 贸易问题就像擠出气球 譬如擠出中国 勉强小了 那气球会在另一边 会突出 所以答案 对你的问题 是完全没有帮助 他是一个老人家 他是不懂经济 他认为 他三十年前 四十年前 相信了 关税是对美国好的 他就继续相信他 你跟他说理由 你真的不明白 他是大哥 你跟他说理由 你又觉得特朗普 现在他发动这个货币战 你觉得他得不得情 可以 sorry 你搞了 从他眼中是中国 拉起货币战 不是他 他也想 他想逼美金贬值 但是 他就是逼联储局 减息 但是没用 因为你如何跳楼想自杀 你如何够英国 硬脱楼 Boris Johnson 你就在一个 骑房里走走走走走 别人一直跳出去 你怎么追他呢 他跳下去 又拉起了整个欧洲 你看看 DXY的美元指数 六成是欧元 一成是鸣 一成是日元 已经占了七八成 如果 也说你不能阻碍英国 跳楼 你不能阻碍整个欧洲进入衰退 那么 美国怎么减息 愈减息 美金越升, 美国的利率级线越扁平 这个完全是反常 令你觉得, 无论是特朗普逼JPAL 还是联储局的政策, 完全是达不到他们想的效果 所以他也想打货币战, 但他在这方面不成功 但怎样再说中国呢? 我想说清楚一点, 我觉得中国也要非常小心 这个所谓货币战, 再说一次, 没有人靠贬值发达 所以我上一集说起, 不好意思, 阻止了Derek 的时间 硬硬硬在这里, 也要多说一会 因为我上次说了修飾抵得陷阱 其实我少说了一个, 中国, 我几年来都说了 不是今天才说, 中国其实面临一个很弱的双重陷阱 第二个陷阱是什么呢? 其实那是第一个, 第一个陷阱就是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 这个定义就是, 你如果跌进去, 永远去不了OECD 所谓法特国家的入门门监 很简单, 就是13500美元, 人均收入差不多 中国现在是多少呢? 赔回9000, 都赔回了三多年 因为经济在下滑, 货币开始下跌 其实由6.2至6.3已经下跌了10% 所以你说, 还要下跌多少才弥补到美国贸易战的效应 例如, 摩登星人的看法是, 美国关税多少 他就要大概贬一半左右 如果你说, 未来关税到25, 其实已经贬了10只 贬多两三只, 所以他的目标, 譬如摩登星人说7.2至7.3 这也是合理的, 但我也说, 特朗普是神经的 他可能加到35, 45 你要怎样跟随他贬任才行呢? 如果越贬任, 那你能否度过中等收入陷阱呢? 再说一次, 过去30年 原来, 听起来好疑, 中国人那么勤劳, 那么职劳 肯定应该容易度过这个陷阱 原来, 全世界度过到这个陷阱, 过去30年 只有两个国家, 一个是亚洲, 韩国, 南韩 另一个是波兰, 欧洲, 我不熟悉 但是南韩, 你知道, 多厉害的 亚洲金融风暴之后, 励精陶治 有一天, 搞汽车很厉害, 现在搞电子, 手机, chips 很厉害, 连k-pop, 连k-drama 都很厉害, 我那些煮饭一般的厉害 不过, 也很多人喜欢吃, 对吧? 这麽小的国家, 能够做到这麽很难 原来, 很多国家度过不了, 马拉那些 所以, 金融风暴之后, 还未上回水面 就是印尼那些, 看印尼盾那些 不要说, 昨晚, 阿根廷一跌, 就跌25只 股市一跌, 就跌35只 所以, 其实, 很难度过, 中国当然原本应该可以 那么厉害, 但现在, 很多人都针对你 所以, 如果你过度采取这个 贬值做的手段, 对抗这个贸易战 老实说, 你原本说超越美国的时间表 看得到, 七年至十年 你认为, 某个 relative growth rate relative的回率 最乐观, 两年前说, 七年就追到你了 不是说PP, 而是说nominal 名义GDP, 万者十年 但大家都读过, 又是古希腊的 平行线, 永远不会见面 如果中国的增长越来越慢 PPI, 现在又似有环无, 去回负 然后, 汇率是长期, 逐渐下降 那你的GDP, 其实永远追不到美国 有可能, 或者将那个连接点 交接点, 推迟五年, 十年, 十五年 我不懂佛教, 我只记得一句说话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如果你不能渡过中等收入陈阵阵 说得难听一点, 你有什么资格去收息抵得陈阵阵 即未挖起, 大局很难挖起 我不觉得美国会担心印度 起码未来二十年, 三十年 如果中国对比美国GDP的比例 由六成, 每个都说这是警戒的临界点 即是说, 前苏联或者日本对的挑战 一到这一点, 它就会开始攻击你 但如果你, 如果由六成 你对比GDP, 到七成八成 令它更加谨慎, 更加害怕, 更加要针对你 如果你, 反过来, 去到五十, 四十, 三十 那美国, 用什么要害怕你 说得难听一点, 这个对中国来说 当然是一个, 未必好事 但, 你想想对全世界的和平 刚才我说过, 上一集说过, 其实跌进去 七成半机会是打仗的 虽然现在大家都说有核武 但你想不想中美的斗争 唯一的保险就是大家都有核武 大家未必想这样 所以我觉得, 我不会站边 我觉得, 别这么简单 就是说, 中国如果贬值, 就是很差很差的一个结果 但我觉得, 可能阻挽你发达的时间表 但对于世界和平, 大家要想想 有没有另外一个想法 我已经说得很技巧 如果中国现在面对这样的竞争之下 其实有什么最新, 比如很多时候能够提升到 好像新加坡都能够超越了 去到这个, 即突破到这个所谓的中等收入 其实中国可否凭着这个5G技术 或者它自己的基建去达到这个突破 就是刚才说的, 虽然有所谓的货币 好了, 他聪明一点 听到, 听完今集你说 我说我不减息这么多了 又是努力一点, 再走上去 是否还可以做得到呢 我第一次来这个节目, 谢谢你 我说了很多5G 我提过就是, 这个好像是一个技术在寻找应用 所以我其实有些其他的时间也提过 我反而有些担心这个过度沉迷于5G 会不会是墮入去收息底德陷阱的一个trigger 一个渡火线 还有会不会是有些像80年代 美国, 像豆豪那样的红旗 搞到这个苏联过度投资的军备 和这个太空竞赛那里 而导致它的经济崩溃 所以我说, 中国如果过度沉迷在这个5G技术 或者是, 我没有晶片 我一定要投多少万亿, 多少十万亿 去搞这件事呢 是不是一定成功 成功了, 好像我说 5G技术有什么马上赚钱的应用呢 我真的不知道 我觉得我上次也说过 它的应用好像第一个就是监控监控再监控 你用来打VR游戏 尤其是我上次不知道怎么说的 因为无人驾驶的应用 似乎是推后了五年以上 所以, 美国, 你看回头 他就看到你中国5G好像抽携 他本来把口说 我们都会投资下去, 我不会落后 但后来想到这条糞子更加厉害 我控制着你这些晶片 好像现在日本控制某几个氧化去南韩 你发展得慢一点, 我就不用追得那么紧 我捉住你的后脚, 我不会跑得那么快 美国人是很实际的 他真的想不到5G如何赚钱 去美国, 问他们最确定的技术 仍然是什么 我只是搬了三成的软件应用去云端 我还有七成更多的应用未去云端 这个他们就着意了 而且你说他落后支付 他没有二维码 其实MASTERCARD, VISA, PAYPAL 都有他各种方法 你怎样去做, 没什么所谓 你可以是NFC去做 你可以是二维码去做 或者你再老套些拿回货币卡 都可以做 其实这个不是一样的重点 唯一重点就是去现金化 这个过程在西方 可能跑道比中国更长 因为中国是聪明的 现在有十多二十%已经不是现金 美国可能在全世界少一点 还有MASTERCARD, VISA 基本上很多Google 他们占了全世界全部的市场 除了中国 中国市场大 还是世界大 他有绝对的优势 而且中国都是公用的 比如昨天有个内地朋友问 铁塔好吗? 铁塔好吗? 铁塔的账面当然很便宜 但中国的企业 尤其是国企 你是否真的信 国家会给他赚了所有的钱 还是赚了钱之后 他会收回税 要他帮忙建设祖国的5G 同样 腾讯、微信支付 或者Alipay 买金服搞这么久也未上市 为何呢? 我猜他未赚钱 为何支付几十万亿 你手为何不赚钱? 因为国家不让你赚钱 因为那是对人民的服务 你认为Visa 你也知道 不要说美国企业 那些收利是1.5G 很贵的 中国 我想你不知道 一定比做经纪佣金少 对吧? 没理由让你用过手引 便赚几千亿、几万亿 但西方是可以的 所以你看到MasterCard Visa 那时候的Dominance 赚钱的能力是越来越高的 西方美国现在在意 是现在看到钱的东西 你可以说他短视 你不要跟他说 五年后、十年后 不知道5G多大 他未知道 但是想到一条条 他说我阻挽你 我便不用追得这么紧 另外 中国里面一个崛起的阶层 例如中产 现在越多进入中产 会不会内需 所以会令中国的发展 真是步向一个强大的呢? 早的十多二十年 这是大趋势 我自己人微言轻 但我自己的文章 也说了几年 鼓励中国转型去消费 以继续依赖制造业 或者低端制造出口业 我终于觉得我这类声音 终于有成效 今年初中国很伟大 减税了 我的内地朋友都说 真是想不到会减税 你也挺聪明的 竟然猜到 还是你加了一把声音 你知道我会大声 竟然会减税二万亿 我也很安慰 谁知道有些事情是时也命也 这个减税是没什么用的 因为人心惶惶 中美贸易战等等 原来企业省了些税 他不是拿来投资的 美国也有问题的 但美国的减税 起码拿来消费 没有投资也好 他也有拿来消费 但中国似乎既没有消费 但是也没有投资 企业省了那些VAT 就收费 个人可能慢慢层下识 落到他那里 少到他都感觉不到 他也不会因为这样 增加了消费 所以我其实很担心 当然从我的观点角度 就是认为中国应该大胆些 继续再减税 如果减一次不够 再减税 刺激到消费的占比GDP 最少都回到五成或以上 现在仍然是四成 是太低的 这样才能够把国家变成服务业 而且服务业是主要内部的 你不会得罪美国 外国 你是出产很多製造品 才能够认为和他们竞争 这应该是正确的 但是我有一点担心 如果有人说 减税第一次都没有什么效 你还叫我再减? 不如走回我自己那一套 借多几万亿 再建高铁 做多些基建投资 这个实在我看到一条铁 看到一条路 看到一个铁轨 我有点是担心的 我觉得当然他们应该继续 改革开放 继续走向市场化 继续向外开放 继续减税 走向转型去消费型的社会 但其实如果继续开放 有很多消费型的外资 大家的外贸贸 没有那么厉害 各与各之间也没有那么紧张 摩擦会减少 但你觉得中国有没有需要 或是敢不敢减息呢? 为什么敢不敢减息呢? 因为上次全中国减息 他立即很快出来回应 澄清 我没有打算星期六减息 大家不要相信这个谣言 你看到他 有人传他减息 他很快出来澄清 为什么呢? 因为一减息的话 会不会 对经济当然好 有帮助 减税减息这些有帮助 但我想 我们看到一件事 他很怕减息带来的 就是人民币的压力 因为如果你减息的话 人民币压力会加大 但是呢 我就觉得 我想不明白一件事 就是 减息是可以对经济有帮助 但他又不敢减息 有什么 有什么 我不要赞成他减息 我是很 货币政策 但是我是倾向保守的 我都说了 美国我觉得他不应该减息 我觉得中国 其实之前累积了十几年 最少都是金融海啸后 你建了一条高铁 那怎么还钱呢? 如果减息 会不会鼓励 那些什么 叫漫天灌水? 大水万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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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中国其实首要的担忧 所以你问我 我觉得很保守 我觉得他仍然要小心 控制 最近的货币和GDP 已经停顿了在大概270%一段时间 最近已经升了四五个点 所以 它稍微降准 以及现在说贬值 已经有增长 如果你说真正减息 我担心债务无穷增长 解决不了这件事 反而令到长远的问题更麻烦 所以我不支持它是大量放水的 减息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 我觉得这一招就留下 因为RR储备的率 很多国家根本没有 但它的率还是很高的 所以还有很多空间 用其他手段 对不起 它的货币 某时候不是完全自由浮动 所以如果真的需要贬值 或者是升值 它有其他手段 还不需要用一个减息的方法 所以我未必觉得很需要 但当然要看真正的资源率 就是要看增长对比通胀 如果你说真正的资源率太高 传统上一直都是一或二上 但如果你说通胀跌得很厉害 或者增长很慢 结果真正的资源率 就是减分通胀是很高的 那就可能需要减分 就不是应该单从这个 想刺激借贷 或者刺激经济 就是要看真正的资源率 是不是太高 你也认为 现在你的评论观察 其实中国政府也有能力 控制到金融货币 例如处理 应该处理的情况 你判断能力的处理 以及如何影响香港现在的经济 未来这下半年 那个影响 你自己有什么判断 我刚才说起 死女儿都要留下 就是说货币的问题 我觉得某时候 香港街头上的动乱 当然很痛心 很可惜 解决方法 我也没有 今次不说 但我觉得市场的观点 已经由纯粹看那样东西 去看人民币 人民币如果再贬 无论港股 或者内地A股 其实都会接受很大价力 也会拖低全世界的股市 包括美国 就算它强于它 如果人民币大贬 也会有问题 我觉得对香港来说 最担心的 刚才已经暗示了 就是如果人民币不止跌至7.1 去到7.2 7.3 我觉得某些人的呼声 不如索性取消 或者汇改 放弃联系汇率的呼声 会越来越高 而我觉得 联系汇率 有很多贡献 过去三十多年来 对于稳定人心 最主要是这个 因为80年代 初初中美谈判 大家都很乱 我小时候 中英谈判 初初是一对六的 美金长期 后来跌到一对九点多 后来再加回到7.8 大胆说一句 你想清楚 刚才没有预言 小心 一国两制 你想清楚 邓小平先生很偉大 其实是为1997前接计的 因为当时人心惶惶 1979年改革开放 1980年代 1983年 1984年 1985年 那时候很穷 他很需要李嘉诚先生 郑玉彤 李兆基 郭学年 那些人去投资 你看长安街 最近天安门的地皮 全是东方廣场 行基中心 国贸12345 碧桂园五环以外 那些人还未出世 所以那时候 一国两制和联系统 是用来稳定当时的移民潮 当时的人心 而是有效的 1997后 一国两制 7月1日回归 7月2日 太珠已经大幅贬值 所以 一国两制 1997后 一直都是一个很艰难 很多波折的一件事 波折到现在就更折 不用说了 所以 我觉得这个联系统 对稳定人心很有帮助 但你有没有副效果 当然有 就跟QE一样 中国增长很快的时候 你又跟美国的货币政策 长期是太低 那你便宽起又是 楼市的宝没 现在又是 开始见回力标的效应 现在街上的人 我想 你归根底下 可能是 不是他这一代 他老爸那一代 已经很生气 已经卖不到楼 或者是一家屋很小 很人道的问题 所以 我贊成他有问题 但是永远这些 改变重大政策 都是适宜很晴朗 经济很好的时候去改 人心很稳定 如果现在这个情况 再改 香港说 一国两制如何维持繁荣 保持信心 原本是两条支柱 一个就是法治 我也不好意思说 现在香港法治去到哪里了 另一条就是联系活率 如果在现在这么波动的情况下 如果有人说 真的会企图改变 无论如何改变 无论是 PAC2 男子 SDR 也好 CF ETS 也好 人民币 他不是完全公布 好像未必可以这样做 但是 这个都是要慎重之中的慎重 而且中央 我说这话 不是说给香港金管局听 因为他们无权决定这件事 老实说 是中央 虽然他们找这些人翻译一下广东话 普通话再说一次 下次有机会也可以 但是这个是很重要的 就是慎重的考虑 不要胡说 人民币 不如顺带取消区率 或者如何严重的改动 这个会对于香港很大影响 某事实际上 对于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栏 对内地的贡献也很大影响 因为如果港元不等于美元 那些公司 比如你来这里上市 那有什么意思 如果你集到一个资金 又是一个软货币 其实中国很好用 有一个软货币 一个硬货币 但如果两个都是一半不软不硬的 那不如要澳门黎马 不要那么生气 很有趣 今天已经谈过 在货币战争里面 产生香港的影响 也说了中美国力 我们再有机会 和Jasper 一起找Eddie再聊 多谢大家 今天一年两周 都看到我和Eddie的一个访问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欢迎大家来收看新一辑的汇通世界 Jasper上个星期我们说过 现在中美贸易战 还有另一个阶段 就是货币战争 金融货币战 这件事太新了 你自己这么多年来 差不多在外汇三十年 你应该知道 汇率对整个经济 整个角力 很多时候 因为汇率搞不定 好像以前 俄罗斯 勞布 日本 都是这样 其实中国 会不会又面对这些问题 是的 其实汇率暴升暴跌 都是不好的 暴升好像日本那样 这样搞得泡沫经济爆破 最初他以为 咦 港场协议下 要迫入原升值 咦 那我日本人 我日本企业家 我的日元不是见识了 我在美国投资 不是多了可以 那时大举去美国买东西 买东西 买房子 买房子 买企业 买厂 所以 都是当时来说 他们没有想到负面的影响 再加上当时列根给他们压力 所以就犯 就签了一个港场协议 殊不知呢 就埋下了这个金融 这个泡沫爆破 一个危机 而货币大跌 如你所说 俄罗斯努布也好 或者某些国家 97年金融风暴 太珠大跌 也都会对整个国家的经济 崩溃 甚至乎 所以呢 货币怎样能够为之好呢 一定要好 靠政府和央行 怎样去看 审时度势 可以叫 譬如现在来计 环球各个央行 反过来 现在就不是太担心自己的货币 怎样去跌造成那些负面影响 反而呢 因为现在損失艰难 各个国家的经济都一样 所以怎样扩出其谋 去帮助自己国家的经济有所增长呢 当自己国家的企业商品 可以挥低其他国家的对手呢 唯一说什么呢 除了斗货质之外 就斗便宜了 便宜方面呢 有一些生产成本 就是这么多 唯一是可以怎样去做呢 就是压低自己的汇率 而增加自己的出口的竞争力 压低了汇率 自然便宜了货品 所以呢 其实一直以来 久不久 我们都听到一些国家都很喜欢 操控自己的汇率 是啊 或者是干预啊 现在刚刚中国被美国分为操纵汇率 是啊 没错 所以美国这么多年来 都要盯着这件事 每年当中呢 都有两次在国会 每半年呢 就会宣布一次的 但是今次呢 特朗普呢 稍为呢 就是让市场有一个错误 就是什么呢 他就没有在那个时间表里面 去宣布 突然间宣布 所以嚇到市场一大惊 而至于那个 这个所谓的货币战 现在打开了 之前大家都猜猜猜 是不是真的 由贸易战打到货币战 金融战 正如David你所说 那果然是真的 那由今次联储局率先的叫做 在经济稳健下去去减息 那后来大家都叫做看通了 他就表面上呢 就说是为了这个 霍患于未然 是 怕未来经济下滑 那所以呢 减定息来等经济差 是 但是其实实际呢 大家都看通了原来是什么呢 原来是想借着减息 借着这个宽松货币政策呢 去压低美元自己的汇率 而去增加美国的货 或者经济的竞争力 是 所以其他央行见到之后呢 摔穿了你的东西 大家便斗减 是 那当中呢 你见到很多央行呢 减的力度幅度呢 就比美国更加凶狠 是啊 都减半厘 也不是 纽西兰储比较就是 预期它减四分一而已 突然间宣布减半厘 还要在会后呢 说到呢 我未来会再减 就是不会说 不会说 绝不守怨 是啊 不是说 即是说一些无铃两可 我减不减呢 还是怎样 不会说 它不会说一些很理性的说话 就是 如果经济差下去 我就减不减 它实际不是 它实际不说经济差不差 它也说继续减下去 甚至说到什麽呢 可不介意负利率 OK 所以你看到它那种极派 即是极派的姿态呢 是多么细胸夹狼 其他你看到巴西 一见美国减息 它也即刻减半厘 泰国不需要减息 经济不错的 今年的货币表演 都排洋大事 它也走过来 减四分一来 印度明明预减0.25的 它又减够这个 三十五个点子 所以你看到其他央行呢 它摆出的姿态就是什麽呢 奉陪到底 是 即是玩soul hand 一样 所以你看到 为什么美金 没有因为 李特朗普想压低美金 联储局减息 甚至乎未来说再减 但为什么美金 都可以叫做稳如泰山 没有什么跌 甚至乎反复向上呢 就是因为其他央行团结一致 去与联储局 与特朗普大战 是 所以你斗夹的话 你根本是不够那班夹的 其实货币战争 开战之后 其实再推演下去 人民币也都对美金 已经跌破七 没错 其实再下去 未来这几个月 你会看到有什么情况出现呢 我想继续都会是 这样的恶性循环 就是恶性竞争 我不要说是循环 是 大家都在斗劈息 所以变了 我们一定要小心留意 就是说 我们如何去判断回率呢 就是 我们要看就是 哪个央行 他劈的力度最重要 哪个央行劈的力度大 他的宽松力度最大 那些国家货币 我们就要看得一线 哪些央行 他们根本是没有 宽松货币政策的压力 甚至乎不减息 甚至乎就算减 叫象征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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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减一下 那些货币 我们就看过一线 而当中 你见到环球那麽多个国家 当中 刚才说了 澳纽 这些都是比较夹的 是很夹的 而欧洲 也会继续 你加了 没错 而且我自己觉得 日本央行 稍后时间 他现在不说 不代表未来不说 现在特朗普 已经将中国 为货币操控国 如果特朗普 眼见日本经济 现在不错 也有正增长 因为很多利好因素 政策出台 所以日本经济 都可以 现在在中美货币战 可以独善其身 但是呢 如果大辣在这种情况下 他出来减息 什麽加碼量宽 你想想特朗普 会想 第一 你这个日本 你这个安倍 不听我说 因为大家都知道 安倍是好听特朗普 不敢译他意的 所以我自己相信 安倍好或者黑田通宴都好 不敢在风头火势的时候 走去加入战圈 一起去减息 一起去做量宽 而去贬值日元 所以你见到 你见到投资者 在市场中 为什么日元一方面 真是受避险情绪升温 导致他真是可以 跑赢大使 二方面 你都被人感觉到 看到就是什麽呢 咦 每张行没有声音 没有说到现在的事情 复赔到底 一起去跟手 一起去减息 所以见到日元的走势 后市都是坚挺的 所以我自己觉得 不排除当然会有回吐 但是回吐之后 我相信 日元受这些基本因素支持下 我相信都可以继续看高线 虽然美金继续都可以看高线 但是日元 可能是 这么多货币当中 是表现最好的一种 是 匯市变化万千 大家要密切留意一下 每周和JASPER分析一下 留意一下 还有有机会 学习JASPER 对外匯的那种 投资心法 多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周再见 我想今次的话题 都是说退休 但的话题 会针对性 说一些 叫做熟灵离婚的概念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所谓熟灵 即是成熟年龄 现在有个世界趋势出现了 50岁或以上的人士 对于婚姻关系 可能会多了 是觉得不需要保存 那什么原因会出现呢? 根据很多研究 告诉大家 其中一件事 就是说 50岁之后 可能小孩 如果有家庭 有小朋友 小孩已经成长 大了 所以责任上 减少了 亦都不用用那么多的忧虑 就是他的感受 所以就更加看自己的喜好 去做个决定 第二件事 亦都跟一个家人有关 亦都因为少了负担 多了时间 多了一些兴趣 多了一些朋友出现 所以对现有的一些安排 譬如说婚姻关系的几十年 开始有些新的想法 亦都开始在想 是不是需要做一些改变 除此之外 就是人到中年 很多事情都觉得 都已经过了这么久 都叫做已经要有改变 所以就在想 不想再从一个旧的途径 去做一个将来的安排 所以亦都开始在想一些新的转变 而第四件事 就是跟我们的人口老化有关 因为随着年纪 一路 特别是香港人 你知道那个预期寿命 全世界来算是最长的 男士来算是大约82岁 女士大约87、88岁 所以当你退休 可能是60岁、65岁的时间 再经历一个预计有20多 30年退休生活的时间 开始有个疑问给自己 如果以往因为某些原因 大家起码在一起 到今天 还有二十多三十年要过 是不是应该继续去勉强自己 开始有这些想法 所以变成更加会考虑到 在将来 既然还有至少 三分一的人生要过 是不是需要改变 所以这些因素 令到我们会担心 其实会不会到自己 到你退休之后 想着捱了这么久 是时间做一些转变 生活会好些 但好些同时的时间 亦是一个挑战出现 就是刚刚说过 一个熟灵离婚的问题 怎样能够令到这一件事 会比较上 觉得好些 或者容易面对些 其实我们都知道 人到中年 很多事情 其实不是理所当然 根本你什么年纪都是一样 年纪都是一样的 年纪、中年、老年都是一样的 不要想着到某个年纪 人家一定要遇到自己 反而你想的就是 怎样能够用你的经验 用你自己经历过的人生 去令到整个生活 觉得更加好 反而不是要别人遇到自己 而是大家互相做一个体量 令到生活更加好 还有如果你是有婚姻关系 或者有朋友关系 怎样能够令到大家的关系 经历了这么多年 能够继续持久下去 其实互相引药 互相帮助 其实也是重要的 所以千万不要到某个年纪 反而才走回头 令到自己更加任性 更加多的想法 可能到年纪大一点 更加需要让自己安定下来 想起一些过去的好的时间 如何能够将好的时间 继续延续下去 不论你有没有婚姻 或者是一些朋友关系 其实也是重要的 不要令到一个累積了这么久的时间 很简单是因为一些想法 一些冲突 而是发生了问题 而导致大家不能够延续下去 所以这是另一个在退休来说 是重要话题 不是跟钱有关 是跟你的情感有关 怎样能够令到你退休生活更加腐足 其实除了金钱 身体健康以外 其实那个情感的满足感也是重要的 这个就是今次跟大家分享 有任何问题也是 欢迎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们再做一些研究讨论 不是说的 你敢有一个看法 那样的 对 你 你就 接下来 这个 独装 你 你 你 对 我 你